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樣就是 我做過跟韓國旅遊有關客製化的禮物 那第三名呢是這個 是我在人世動作的印章 很可愛吧 它外面會有一個這個 套子 是有點 傳統風 韓風的感覺 就是完成之後會給的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還有一面是有圖案的 然後啊 它這邊就是科製的地方 它是分材質啊 但是分三萬跟五萬 然後因為人世動上面有超多間 但是我看了一下價錢我覺得差不多 我就選了最靠近 我要往三星洞那邊就是順路選的那一家 然後它有 一材質之類的有分三萬到五萬 材質我是看不出來啦 所以我就完全是選圖案 因為它那有的都很花所以我就選了 我覺得比較可愛素一點的 然後它字就可以分成 就是你要科韓文或英文 大部分應該就是韓文跟英文 然後像我是 我是科我的韓文名字跟一個 英文這樣子的話就是要加五千塊 所以我選這個三萬 然後加五千就三萬五 然後那時候會率大概 這樣子做一個下來 大概要台幣一千塊 其實不算便宜所以我就只有 做一個送給自己的禮物這樣子 然後它科完之後啊 老闆就會 他會送一張書籤 然後他就會 蓋在那張書籤上 給你確認字對不對 然後它那個書籤 上面會灑一個很特別的粉 因為我現在找不到書籤 我把照片放在旁邊 那它 就點火燒之後 它就變得有點像浮水液 然後金色的這樣子 然後它韓文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一般印章 我們不是都是 呃 我們不是都是 怎麼說 字是 它是刻字 字是凸出來的 字是凸出來的 所以你 蓋下去的時候 字就是會實行的 但是我這個 它是 刻 我看它現在也是有兩種 但它幫我刻的是空心的 也就是你蓋的時候 旁邊是有的 然後字是空心的 我覺得這樣很可愛 然後 所以我當時是還蠻喜歡這個禮物 可是我幫它拍第三名 是因為我覺得 它使用性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就是可愛 然後我有時候是 筆記本啊 或者是明信片 然後會使用 第二名呢 是這個 這邊應該很多人 都有在網路上看過 它就是 行李飄帶 然後我是在梨泰院做的 是2014年做的吧 我那時候一次 因為這個我覺得 還算蠻划算的 所以我一次做了好幾條 就是送給我朋友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有做一條 是這種的 你看它是有一個扣環 然後可以扣在就是 把手上面 不管是上面的把手 或是側邊的把手 都可以 然後上面就是有我的名字 那這一條是 五千 然後我那時候還有另外做一個 是行李腰帶 腰帶比較長 然後因為它還可以調整長度 然後腰帶是 一萬 腰帶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腰帶還算 其實這兩個都還蠻實用的啦 那就是因為你 行李有時候 長得跟它很像不好認 但是有多加這個時候 就馬上可以扔出自己的行李 然後腰帶它在功能性上 有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如果你怕你買太多東西 塞太多東西 行李箱炸開的話 腰帶是多一個保護 可是呢 為什麼我現在手上只有這個 就是我當時 就是買完 然後我回國的時候 我就很興奮 就兩個都放 兩個都比上去 結果 我回國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行李腰帶就不見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沒有心理腰帶 然後我下次如果再 有機會去手兒 自由行的話 我可能會去李太院再做一個 因為我覺得心理腰帶真的 還蠻不錯的啦 那這個它其實是 我在李太院的那一間做 然後我會把 我去的路線 然後跟店名 那些資訊的那篇文章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料欄 然後大家想去就可以看 那個上面 我有拍路線 還蠻清楚的 那它其實做的時候 就是 除了先學你要的種類 因為它不只這種 就是我做的這兩種 手把上面的這個扣環 然後還有 行李箱的腰帶 那另外它還有更小的 就是有點像可以做成鑰匙圈啊 這類的很多種 所以你去的時候 你就先選你要的種類 然後你就寫那個訂單 然後 上面就寫你要秀的字 我是只有秀字啦 其實還可以加圖案 有的人會加國旗啊 就喜歡旅行的人 會加飛機啊 或者是愛心啊 反正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圖案 然後可以選這個字的顏色 跟字體 但是其實字體都是 就是它那邊的字體啦 從它那邊的sample下去選這樣子 我之前 我去之前查資料 它是說當天就可以拿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可能 呃 現在按量不多吧 所以我那時候當天 就沒辦法拿 我大概是隔了 兩天才拿的 所以我那一趟旅程就是 去離太遠兩次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想要去的話 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 我最喜歡的 將將 明信片 那明信片 這個 不是在韓國做的 但是因為跟韓國旅遊相關 而且我覺得CP值很高 所以我就放在第一名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我第二次做的 第二次我做的是在 點點印做的 然後 就是我 因為像我這樣子 常常去韓國旅遊的人 就可以用自己上一次 或是前幾次的照片 然後做成明信片 然後下一次我再去韓國旅遊的時候 我就可以寄給大家 那因為就是跟韓國有關嘛 所以如果常常去日本或其他地方 或像我們一樣 常常去韓國的人 我覺得還蠻推薦這麼做 因為有時候 你 有時候我真的已經就是 不知道要買什麼禮物 那我如果有看 有看到我就看到新的東西 或是適合的 或是我喜歡的我就會買 但是很多時候真的買不了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明信片就很棒 那除了 因為你旅程中有時候會 遇到有 可以買明信片的地方 有時候我會買 那有時候真的就是行程中沒有遇到 這時候我就會用我自己準備的 那我選的這個就是 上面就是圖案嘛 然後下面就可以加文字 我覺得印起來質感都還蠻好的啦 也不會太實真 跟我原本拍的還蠻接近的 而且如果你選像這種 像這個是我去浮山 像正海上陰的時候 如果你選繽紛一點的 做起來真的超級漂亮 那時候很多人跟我說很喜歡 很喜歡這一張 然後像是乾川洞啊 這種很繽紛的做起來也蠻漂亮的 然後還有我去這個應該是衛衫吧 就是十里竹林 去十里竹林的時候 然後綠綠的 可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稱橘色的傘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還蠻有意境的這樣 這是我第二次做的在點點印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做的 是在印不完做的 因為我那時候也有分享過我 就是從第一次從韓國旅遊回來的時候 我在印不完有做一本那個相片集 然後我也順便做了明信片 對那我覺得 它的版型是 就是我 欸好像是二張吧 但是它每一張都可以不一樣 就是很多版型可以選 但是我覺得它的紙質比較 呃 點點印比較 其實它摸起來都是紙 可是我覺得看起來點點印比較像相片的質感 但是 印不完比較像明信片的質感 那有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有很多不同的版型可以選 然後背面其實 背面其實大同小異啦 就是它都會先分好線 然後你在寫的時候 然後就很方便 就是地址跟日期 就可以分開寫 那 印不完後面是只能 就是放一個小圖案這樣子 然後點點印它後面 點點印後面它這邊的圖案就是 這邊是我自己在排版的時候 可以放上去的圖案 它有一些圖章 可以自己設計 所以你背面其實也可以有設計感 然後像這個地址 這也是我先key好的 就很方便 然後這個也是我key 我自己部落格 然後還有我這一次去玩的日期 那就不用再寫了 而且 因為我每次都趕明信片 感覺又不得了 所以我像我這個日期 就可以先寫好 這個也可以省事 然後我連郵票就是 在 就是我買完 就是我手上有多的韓國郵票 我就都先貼好 不然我每次在韓國 就是一直趕明信片這樣子 講完這三個禮物 其實都是我自己滿喜歡的 來推薦給大家 就是如果去首爾的時候 如果你找不到想要買什麼禮物 當然首爾也是有很多好買的啦 如果你比較喜歡客製化的東西 你可以考慮就是我選的這幾種禮物 那因為我現在這個是沒有寫過的明信片 然後我現在還有幾張啦 想說可以送給大家 那我會送就是兩張一組 然後是沒有寫過的喔 就是你去韓國玩的時候可以寫 那你就是在這個FB下面動態留言 然後寫說你想要索取這個明信片 然後或者是這三個禮物裡面 你最喜歡哪一種禮物 那我就會送就是一次 我會把它選兩張不同的做了一組 然後從三位粉絲送給你們 那你們去韓國旅遊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這個明信片 那最後呢 娜娜跟啾啾之後 也會繼續在我們的頻道 娜娜啾啾一起玩 分享很多韓國旅遊的資訊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好奇 或想要知道的事情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拍成影片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掰掰